逛年夜几乎是没有休息 三屯这个地方 拨人员量的大 很多事情也非常的多 你好 三里屯派出所 好 老百姓 什么事情都愿意找邀领 找警察 当时你把包放在哪里了 没有过来 出事情多了 觉得这件事情不急 但是老百姓不这么行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事情 所以说每件事情都是很着急的 我今天晚上溜手机 我去吧 别着急 你听我说 我先帮你联系一下 因为老百姓来求助你 他们一辈子可能就来派出所一次 对你这种警察的印象 可能就通过你来生成了 我叫张九镇 我是从中国人民国安大学 治安学院毕业 我16年参加工作 就分配到了三里屯派出所 然后派出所第一天呢 感觉怎么派出所 大厅里边全都是人 看到那么多人 在派出所前台大厅 来等待着处理事情 多少都有点茫然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在三里屯派出所工作了 第七个年头 现在为止我也慢慢适应 三里屯这个地方是一个潮流聚集地 不过人流量也大 事情也非常的多 逛年的时候就是 大家都是怀着比较高兴心情 来到三里屯辖区 感受一下过节的氛围 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 还是防止大人流聚集 防止出现一些治安件 或者是其他一些纠纷 然后把事情出来的萌芽阶段 我看咱这人流量挺大的 注意一下保持秩序 还有咱们这个线流 不会有线流的政策吗 对吧 然后保证人流量别太多 好吧 好来好来 一阵子在这边线流 咱们注意一下排队秩序 防止人流造成踩踏 万一有拥挤的话 从早上开始值班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发生的所有的暗示件 或者是警情 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值班组来处理 来解决这一天老百姓 所报警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们在群国盘查过程中 发现的一些违法犯罪的情况 你下载国家盘查APP了吗 那是告诉我账号 告诉我 您好 三里头派出所 您好 姑娘 我民警到六号叉门口了 你到了吗 你听我说 我先帮你连一下 好吧 你别着急 好吗 要是永远的 要是永远的 你先这么张 好吧 嗯 收到清江 我自己忙的时候 应该前台全是人 站马了那种 然后这手接一电话 这手接一电话 然后还拿一台子喊着 我们每天大约是60个10左右 到了节假日呢 可能会更多 可能会上百 我跑出无销报警 每天的话能有40多个事情 等待着处理 那40个多事情 都代表的是40多个老百姓 可能是80个老百姓 为什么 因为一个警情 可能是代表着双方 要把这些问题详细 因为老百姓来求助你 他们可能就一辈子 可能就来派出所一次 对你这种警察的印象 可能就通过你来生成了 在这个位置 现在让我们要回走 我三里头派出所的 好吧 你就直接来三里头派出所 来聆训你的生证就好了 好吧 我那晚上六手机 你得来 我去吧 PG帽叫监控那个 你发我手机上 你是丢手机那个吗 怎么回事 昨天在这喝完酒以后 我手机找不到的 丢哪了有印象吗 来 旁边来一点 监控室 为什么是三里头派出所 是最为找手机的派出所呢 是因为好多人都是酒后 他不知道自己手机放哪了 所以说我们只是通过工作 帮他回忆 帮他回忆出来之后 我们再帮他去寻找 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丢的 哎 你要走 我不知道 你看你要 你拿衣服要走吗 对 从这往后看他出哪了 3.05 这一年我都没怎么休息 就是没休息一几乎就是 每天都在睡觉 主要我喜欢干净茶 每年不光是跨年夜 春节的时候也是会不去家的 都一样 但是看他们高兴的样子 我心里边也多少 也沾点喜气吧 我觉得因为我这边是个挺乐观的一个人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得往好了进往去 想虽然说回不去家 但是能看到这么多人在一块 我也是觉得很开心的 你不用过来 你不用 都我这边给你联系好了 之后我告诉你结果 好吧 让你非得给你回电话好 好吗 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的 好吧小伙 没事没事没事 好多老百姓还是非常谢谢警察的嘛 好多人都喜欢找派出的民警啊 有的老百姓就是认准了我 就会说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出警也是会说 需要一些比较就是心里边 或者有一些心里的疾病的这个人 我一般都会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他大约我每天都在 你过来找我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跟你谈 可以跟你聊聊天 很多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解决的途径 或者是一个发泄点 所以说派出所民警 不光是民警 更是一个心理老师一样 对于我们三流派出所民警 也是大家都是不断学习 学习法律 学习各种的社会面 社会生活知识 来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因为好多老百姓什么事情 都愿意找邀灵找警察 出事情多了 觉得这件事情不急 但是老百姓不这么行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事情 所以说每件事情都是很着急的 尽我们最大努力 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尽可能的处理好